作为中国独团最优秀的中后卫之一 张恩华1996年入选国家队 供代表国家队出战了59次 打进了武力进球 在1997年11赛亚洲区十强赛上 正是张恩华的一记狮子甩头 攻破了沙特的球门 才帮助国祖1比0战胜的对手 保住了冲击世界杯的希望 这也堪称是张恩华在国家队的高光时刻 同时张恩华作为大连足球王朝的奠基者 张恩华的职业生涯 大多数时光都在大连队度过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 他便在大连队效力 从1994年到2004年 在大连队效力的11年间 张恩华是大连队夺得联赛七冠王 和多次杯赛冠军的功臣之一 2001年张恩华曾短暂流洋 加盟英国次级别球队格林斯比 虽说只有短短三个月 但还是给当地球迷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 张恩华加盟的节点 正逢格林斯比三名中尉因伤缺阵 球队因此在保级圈苦苦挣扎 他的加盟改变了球队的腿势 流洋期间张恩华在短短三个月里 出战了17场比赛 打进了三立竞球 两次当选比赛的最佳球员 他极具侵略性的踢球风格 更是得到了不少英文球迷们的喜爱 回国之后 张恩华逐渐淡出了国家队 在他的职业生涯末期 张恩华还曾辗转过天津康师傅 香港南华等球队 最终在2006年退役 退役后的张恩华 并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足球视野 他考取了亚足联教练证书 他还曾前往西甲比利亚雷亚尔 担任助教 进行深造 回国之后 他担任过深足领队兼中方教练 2018年世界杯上 张恩华还曾担任央视解说 新讯教练 领队 解说员 都成为了他的新身份 而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帮助中国足球努力变好 他也一直相信 中国足球一定会变得更好 只是他还没有实现这份心愿 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5月10号 张恩华的追悼会在大连举行 前骨脚张耀昆等众多足团好友 以及球迷前来送别这位大连足球 和中国足球的功勋 作为中国男足前队长 功勋球员 张恩华的职业足球成就 广为人知 在球场之上 他那黑黑的脸庞 极具侵略性的球风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被球迷亲切地称呼为 黑子 人们总是习惯近喜 却不习惯告别 最让我们伤感的 往往不是离别 而是离别后的回忆 天上越圆 人间越伴 愿这位振爱足球的老男孩 张恩华指导一路走行 愿天堂依旧能有他热爱的足球相伴 好的 本节